请你 夏大侠 等会儿我会带所有人离开 客栈里只剩下灵儿一个人 我该怎么做 去查查他们每个人的行李 什么意思 叶沙罗和那个戴面具的神秘人见面 那个面具不可能在他身上 应该就藏在某个人的行李之中 偷偷查找 找到面具之后不要声张 明白 千万不要对灵儿下手 他不会是那个戴面具的人 绝对不会是他 你是说 我的亲生父亲 是加罗那的结拜兄弟 当年加罗那 还只是黑棋的一个同理 他和黑棋中 另外两人性情相投 暗中结拜 加罗那为长 你父亲苏元堂是老三 暗中结拜 你怎么会知道 兄弟三人 那我排名第二的是谁 是你 当年兄弟三人被称为黑棋三结 尤其是加罗那 出类拔萃 能力非凡 之后呢 谁也没有想到 加罗那 藏着夺权篡位的野心 终于有一次 加罗那瞒着飙国王庭 干了件谋逆的大事 结果事情泄露 几乎被斩首失踪 胡说 既然谋逆过 怎么可能伤到大将军呢 那是因为有人替他背上了谋逆之罪 是他 没错 就是你父亲 为加罗那顶罪而死 如果没有加罗那 你父亲不会死 你也不会成为孤儿 所以加罗那才是你真正的仇人 那 那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宝箱寺内 经过此事 我对加罗那深恶痛绝 脱去斩袍 远走他乡 至此我不再拾起刀兵 只愿做一个普通的乐师 你的名字是 过去的我早已死了 现在我叫青莲 只是乐师而已 我怎么知道 你说的事真是假 为什么不去问问加罗那 怎么了 到了 可以拿下来了 这什么地方 别说话 跟着我走 记住 你现在是个哑巴 我回来了 师女 爹 你来了 刚才那个乐师 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好听吗 他说 我的亲生父亲和他一样 都是您的结拜兄弟 他还说 我亲生父亲叫苏元桃 是因你而死 您觉得 这样的故事好听吗 这个故事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你应该信 那故事是真的 你应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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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信 你应该信 你应该信 你会信 你信 我信 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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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先保佑 我们的神女终于回来了 祖先保佑 祖长 他是谁 他是我在万犹荡时遇到的人 救过我的命 救过我们神女 大概好好地感谢 年轻人 你想要什么 他是个哑巴 不会说话 那你替他说 该怎么感谢他 他只想加入我族 加入我族 好 聪明的选择 我族拥有古老的传承 是一个伟大的部落 是你把我族的传说 告诉给这位年轻人的吧 是 请族长成全 我好像想起来了 在我族没落之时 我曾经在祖先面前发过誓 谁都无许向外人泄露本族的秘密 否则就是断头之罪 烂马山地啊 是这么回事吧 也就是说你违背了誓言 甚至把一个外人带进了部落 这也该是死罪吧 烂马山地 我在问你话呢 是 您说得对 那好 既然是死罪 就立刻执行吧 谁敢 我是部落神女 无人可以定罪 也包括你 伟大的狼牙族长 神女 一个逃离部落多年的神女 一个药无音讯的神女 离开再多年 我也依然是神女 这身份永远不会变 嗯 没错 说得好 我是没有权利杀神女 可惜她不是神女 是 打下 私闯部落者 只好接受死刑 年轻人 感谢你救了我们部落的神女 你死了以后 我会给你找一个最好的墓穴 就当是谢礼吧 你不用感谢我了 用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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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你的亲生父亲是我的结拜兄弟 之后我就瞒着镖国的国王庸腔 犯下了大错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 形势不够缜密 事情败露以后 你的父亲苏元堂 就背下了所有的罪名 替我而死 然后就把我托付给你 是 所以我一直没有给你改名 我就希望有一天 你能知道这一切 我父亲他 他是汉人 对 他是流落到镖国的汉人 后来加入了黑旗 如果那个岳师不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等你长大成人以后 我每天都在犹豫 好下不了决心说出这一切 你算是没上来的 现在我都知道了 你打算怎么做 clairement 我不会怎么做 而是你 你会怎么做 你的亲生父亲 确实是因我而死 现在 你可以为他报仇了 杀他的人将永远被诅咒 我杀的是一个外人 有什么诅咒 部落中人 谁杀死神女 就等头犯下不可饶恕之罪 将会生生世世 受到神灵的诅咒 我杀的是他 又不是你 他死 我也会自杀 为了一个男人 我的男人 你 和他 没错 他就是我选中的男人 从来没有神女选择外人的先例 所以我把他带回来 完成仪式之后成为我族一员 好 好吧 现在开始做准备 明天 明天就是你们成亲的仪式 你知道成亲仪式是什么吗 你还不知道 小伙子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也许你刚才死 才是你真正的幸运 你真正的幸运 成亲 不这么说 你刚才已经死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部落 你知道翡翠部落吗 我问你 我那个青生老爹 为什么要替你去死 因为我当年救过他命 我还记得他当时说 欠的命总要还 那就是他自愿 是 直到现在我还在候我 我问你 您从小这么宠着我 难道就是为了 还我亲爹的一个情吗 不是 我宠爱你是因为 我已经把你当做亲生儿子 那你就还是我的老爹 你原谅我 是 父子良 没有隔夜仇 老爹 我想知道 当年你做了什么大事 当年我率领着黑旗 瞒着彪国国王拥枪 攻打一个部落 什么部落 不是 是非凡国的 非凡部落 你是非凡部落的神女 没错 彪国开国时 跟我先祖大战一场的 非凡部落 我们部族被你们打败 从此落落 而你们 最后成为彪国之王 现在知道 为什么会让你装哑巴了吗 你担心 我身份泄露 他们可能会杀我 不是可能 是必死我 为什么 为什么几百年前的事了 仇恨还这么深 十多年前 你们一族还派兵杀入我族 将我族几乎赶尽杀绝 那一战之后 我们剩下的人逃离彪国 最后定居此地 我知道那件事 当时是一个姓苏的黑旗统领 他挑起战乱 可事后 他已经被斩首示众了 是 请给我 您带人灭了匪罪部落 然后嫁后给拥枪 结果事情败弱 所以你亲生父亲 为我顶罪而死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就是想引起 各部落对拥枪的不满 我好 成绩夺权 那个月师知道这件事 他知道 但是他认定 我的野心 害了你父亲 我不怪他这么想 我去找他谈谈 满 怎么了 儿子 当年的事纠结了我一辈子 但这种痛苦中 唯一让我觉得幸运的就是 因为这件事 我有了你这个儿子 当地 有了你 我都明白了 我没有说谎 屠杀你们部落 不是我父王下的命令 我可以跟他们解释 解释 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把镖国王族当成仇敌 积累了这么久的仇恨 你解释得清 那你呢 我什么 离开彪国这么久 有很多机会 为什么没动手 当年逃离此处时 我就再没把自己当成过 翡翠部落的神明 你为什么离开 这里的每个人 都生活在仇恨之中 他们随时都想报复彪国王族 可是我从小都不明白 仇恨 报复 仇杀 这些只会让更多的人痛苦 为什么不能让仇恨 在我们这一代中间呢 之后呢 之后我就逃走了 并且 找到了我真正追随的东西 五月 五月之刀 才是平静安宁的心灵之路 我本来没有想过 我会再回到这个地方 你是为了帮我拿到神谷 谢谢 我不是帮你 你说过 只有仙月 能让大唐和彪国 永无战乱之忧 我见过战争的痛苦 所以我才帮你 那我们什么时候 拿走神谷啊 神谷是我族的神物 唯一拿走它的机会 就是明天成亲之事 成亲之事 那不是人最多的时候吗 神女成亲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什么意思 明天就是神女成亲的仪式 是 你有合适的刀吗 您这不是都给我准备好了吗 现在还不是时候 明天给你吧 你喜欢这把刀吗 那么久 这把刀对你很重要 当年的事 老爹已经跟我说清楚了 你还叫他爹 我亲生父亲的死 是自愿的 这个你应该清楚 如果加罗娜没那么大野心 你父亲怎么可能死 人活在世界上 总该有些理想 否则岂不白活一生 是不是 他只是疼得 他忘了 咱们 也不过 如果关闭它 为什么 呢 不是 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见到他本人 也不可以轻举妄动 明白吗 好 我最老实了 你让我惹是我都不惹 那就好 灵儿 你守在客栈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上山 好 那你们一切小心 走吧 等一下 干什么 我跟灵儿说几句话我忘记了 什么话 我们女人之间的话你也想知道吗 快说吧 你记得我说的吧 记得 夏大侠应该不是这种人 你知道什么呀 守在这里 看看是否有异常 千万小心明白吗 嗯 走了 说完了 走吧 来 我们都走了 嗯 谁 走 站住 累死了 你们走得这么快 走 走 去哪儿 去看看少主在不在里面 寺里面全是黑棋 而且个个都是高手 你们进不去 少主下落不明 不进去怎么知道 在这儿等我 我进去 哎呀 算了吧 你现在和苏绝不和 不会前进去 对他下手吧 你这话 是那个戴面具的人 教你的吧 什么 什么面具 说什么啊 我听不懂啊 什么意思啊 在这儿等我 谁也别跟来 你 你说啊 你是 是 是 站住 我知道神秘人是谁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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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大侠 我就知道 会有人来找苏绝 淑南驮在哪儿 我来还不够吗 夏大侠 而海岛上你见死不救 我还记得呢 可惜你没真死 上 好功夫 夏雨仙近似了 快跟我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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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这么多黑棋你们进去也没用的 少主就在里面 既然黑棋在 他就不会有危险 放心吧 下大夏果然功夫了得 你是不想在这个地方杀人 让人敬佩 要动手少废话 好 恭敬不如从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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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豪军的身手 这人是谁 夏云仙 曾经的大唐第一游侠 你认识 他一直在保护舒兰陀 他能打赢吗 单打独斗 这里没人是他的对手 要是被这样围攻 居士不乐观 那糟了 你刚才说 他一直和加罗娜作对 是 几次他还想杀我老爹 那就好 住手 你为什么出手 和你为敌的人 我都会救 当年的事 你还不肯原谅我吗 没什么好说的 要杀他可以 你先杀了我 我这不想要杀他 你也不想要他 他没人 是 他不想要他 你 我这不想要他 他不想要他 他不想要他 不想要他 这是我多年吹奏葫芦丝的心得啊 你带会乐团 靠这个就能顶替被损坏的抛生 重新演绎你们的标语 我们一会儿 你长这么大了 元堂他泉下有之 也会为你感到高兴 去吧 你的去留 都有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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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不管将来还是现在 您永远是我爹 但是我们要走的路不一样 我不会让您 阻止乐团前往大堂 夏大侠 走 大将军 改日再领教你的剑法 我很期待 少主 少主 怎么回事啊 不是不让你们俩上山吗 少主 我们都是担心您的安危 夏大侠可真厉害啊 这么多黑棋 还能把速爵救出来 有话回去再说吧 黑棋随时会追出来 走吧 大将军 现在追还来得及 跟着他们 可以找到树南陀 他是不会让我追出去的 你可以先杀了我 我一生只有两个兄弟 已经死了一个 我不想再失去最后一个 多权篡位 野心勃勃的加罗那 竟然会心转 好 红鲁丝的乐谱 已经到手了 舒南陀和兰马山帝 为什么还没回来 一直都没有他们俩的下落 他们俩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一个年少 一个青春 你觉得会出什么事 等他回来我亲自问他 我都跟他说了 兰马山帝是我的 这小子要是重色轻有 我就跟他拼了 是 怎么样 你们走了之后 真的有人在翻我们的行李 我就说了嘛 那个人 看清他的脸了吗 没有 就看到他的背影 叶沙楼姐姐 你说 那个人他真的是夏大侠的手下 你没看见夏依仙又出去了吗 肯定是跟那个人见面的 那夏大侠找人翻我们的行李 他到底在找什么呀 谁知道啊 那我们怎么办 要不然 我当面去问问他 不行 现在不能打草惺时候 等 等树南驼他们回来 我们再说吧 好不好 好不好 小丫头想什么呢 早晓三 照你说的 我果然在行李里 找到了这个面具 在谁的行李中找到的 苏绝那两个侍女的包袱里 小妖红泥 没错 和夜莎罗偷偷见面的 不是小妖就是红泥 小妖红泥只是侍女 就是说 背后的人是苏绝 苏绝和叶沙罗 恐怕早就认识了 那他们装作互不认识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想到什么 这一路上有那么多 解不开的谜团 现在终于是找出 真相的时候了 少主 不怕人看见 夏云仙不在 凌儿回访 谁能看见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做事不谨慎 少主 夏云仙让人偷偷查过 我们的行为 我去看看 没让你站起来 少主这么怜香惜语的人 怎么能舍得我老跪着呢 你呀 少主 那面具不见了 巧妖甘月领罪 哄你同罪 你确定是夏云仙找人偷的 应该没错 那么就是说 他已经猜到了 你是我安在他们身边的 一颗棋子 说南陀不在 他还能跟谁说呢 要不要把苏绝和夜沙罗的秘密 打拔于天下 不是时候 你现在还是要藏在镇里 除我之外 不要被任何人发现 然后呢 就这么瞒着 还要当 我们在等什么 等舒南陀回来 才是拆穿他们 一切伪装的时候 不许可 你刚才说 我看他一个人 他就说 你是不是 在那个人 不许可 没人 我看他 都不许可 我看他 就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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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和神女成亲 就必须完成这个古老的祭祀 女士正式开始 女士正式开始 我已经给你磨好了刀 一事 正式开始 我已经给你摸好了刀 好好享受吧 喂 把我放开 为什么要绑我 因为我是部落神女 这是和神女重亲自古相传的意思 仪式还要绑人 神女自小侍奉仙祖神灵 不能澄清 你不觉得这话自相矛盾吗 所以想和神女成亲的男子 等于是在亵渎神灵 为了谢罪 每个神女必须在仪式上 亲自动手 杀了他爱上的男子 用鲜血献祭神灵 之前你没说 你之前也没问吗 我是哑巴怎么问 所有的黑旗都已经撤离了宝相寺 我也要走了 我们都已经老了 多年的兄弟更多年的末路 算一算 这恩恩怨怨 纠缠了我们兄弟俩半生啊 今日这一走 恐怕就是永别了 你还是不想跟我说话吗 你还要继续追查淑南陀啊 你就想问我这个吗 淑南陀没来宝相寺 你的埋伏等于白费 可我知道 你不是一个会放弃的人 是 我不会放弃 我会继续追杀淑南陀 在他前往大堂之前 我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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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了 时间不多了 跟我走 这条路很隐蔽 当年我就是从这儿跑出去的 他们为什么都走开 这个仪式是神灵和神女之间的交流 凡人都得回避 所以这也是拿走神谷的唯一机会 站住 站住 快 追 别跑 他们追过来了 快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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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站住 快 追 站住 站住 别跑 别跑 不行 这样下去一个都逃不掉 干吗 这个也还你 沿着这个方向走 我去偷出他们 站住 他们会怎么对你 我是神女 再大的错也就这样了 可你要是被抓住 那只有死路一条 站住 站住 别跑了 别犹豫了 快走吧 回宝箱寺等我 三天之内我要是不出现 你们就启程去长安吧 你不是想陷阅成功 保一方安宁的吗 拿着神谷 快走啊 我们会等你回来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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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带我去见族长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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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谷对我们来说 是什么意 这是先祖留下来的神谷 是部落的圣物 我以为你早忘了呢 族长 这谷留在这里只是个物件 可是被他拿走 却能给更多的人 带来和平的希望 所以你就假借一试 突走神谷 应该知道 这是什么罪名 独神 你身为神女 当年逃离部落 我已经既往不咎 现在 现在你又变本家里偷我族的圣物 神谷呢 已经被他带走了 好 那我还给我 神女不能杀 但是独神之罪 不能赦免 蓝马山帝 你现在带我去追回神谷 我还能宽恕你 请动行吧 独神大罪 是要挑断你手机脚筋的 从此以后你就不能再跳舞了 那都是我咎由自取 无怨无悔 好 我就亲自动手 等等 神谷在这儿 你放开他 你回来干吗 你不是说过 他们不会动你吗 哑巴会开口说话了 给我拿下 是 是 别动 别动 你等一下 等我挑断他的手筋脚筋之后 再说你的事 你干什么 谷不是给了你了吗 可是他偷取神谷的罪行还在 有罪就得罚 他可以将功赎罪 功 他有什么功 他把你们最恨的仇人 带回了部落 你闭嘴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们的仇人 我是镖国王子 舒南驼 你 你是镖国王子 舒南驼 是 他把我带到你们身边 应该算是将功赎罪了吧 你凭什么证明 自己就是舒南驼 这是王室传承的玉佩 听说过吧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是 特意 你凭什么 穷 先足有灵 你凭什么 还凭什么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你够些 你凭什么 你一会儿 我一会儿 你凭什么 我公司 一个王子足够敌罪了 他的事一笔狗枭 至于你王子 我们已经等已很久了 我们一族在镖国的故乡山谷之中 也有这样的吸水 每次斩杀最大恶极之人士 也都会在西边 因为刺骨相传 流水不息 他能带走所有的污垢和罪恶 可惜回不了故乡了 而这都是因为你们 族长 他跟我说过当年的事 攻打部落是黑旗的私自行动 雍枪已经把带头都效尉斩首示众了 那都是为了引人耳目 没有拥枪的命令 谁动得了黑旗 大将军加罗那野心勃勃 当年屠杀翡翠部落 也很可能是他的一谋 我还以为你男人一点 现在就开始找替死鬼了 父王一直希望你们可以回到故乡 然后再一网打进 不 他是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回来 和所有镖国子民一样 和平相处 我在镖国王都待了不短的时间 雍枪确实不像个凶残之君 当年的事或许另有隐情 我不知道什么是隐情 我只知道 当年黑旗几乎把我们屠杀殆尽 我只知道 所有的仇恨必须用心血来还 他们 跪下 跪下 你杀了他 就能让死去的族人再复活吗 部族遇难的时候你还小 你什么都不知道 可我记得 每天闭上眼睛 我跳过去的老头 和平年马下 探柄 梦 我继续 伤人 我们有隐私 教授 他 所以 我亲自来斩 等等 安住他 你死了 树南陀 就用你的这颗人头 来偿还这屈辱和仇恨吧 你说啊 这些天除了我们之外 镇上没有外人来住过 那会是谁和夏云仙合作 会不会是当地人 不可能 少主 有发现了 我问了他 当地的农家 最近一直有外来人 在购买食物 而且根据农家描述的 样貌和衣着 这个人应该就是安平阳 安平阳 是他和夏云仙合作 知道这背后是谁 就好办了 走 让开 你没事吧 没事 他为什么替你挡刀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他 他我也不认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黑气不断围攻翡翠部落 谁这么大胆啊 索元堂已经认罪斩首了 翡翠部落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们认为是我在追杀他们 您不是在部落里藏了人吗 可以解释啊 没办法解释 他们停不进去 那怎么办呢 让他们跟着狼牙组长走吧 暗中照应着 以后找机会解开自仇 不 族长 出难头不能杀 身为我的子民 十几年前 你们就已经是拥枪的人 叛徒 国王只是希望化解当年开国时 两族的恩怨 并不想对我族不利 黑气杀了我们多少人 当年的事神女说的是真的 屠杀我族并不是拥枪的命令 胡说 傻的你 翼毛巡知道我们在南兆这里 什么 是国王暗中恳请翼毛巡 给我们生存之处 所以在这里这些年 南兆才会一直没有发现 这些话 你原来怎么不说 族长 这些年来您心中始终是仇恨 就算他说了 您会信吗 难道现在我就相信了吗 我就是正确 什么意思 如果真是我父王残害你们 我怎么会一个人来这儿 因为你想要神谷 那我干嘛不派大军过来 怎么不来抢呢 你 当年到底是谁害了我们 我已经说过了 当时是一个姓苏的黑旗校尉 他欺上瞒下犯下滔天大罪 不过这个人 已经被斩首了 你们的仇 已经爆了 被锦离乡这么多年 你们没有想过要回家吗 当年的翡翠骨还在哪儿 你们可以随时回去 组长 别再让仇恨继续蔓延 看看你的族民 他们想家了 哪里 哪里 来 可幻 来两个饼吗 来 两个 好嘞 您拿好 拿 怪吓人哪 千万别去宝箱自上巷了 是 是啊 我也听说了 最近寺里住了很多生人 好像是土匪啊 不知道 反正有人听说 他们那个带头的叫叫加什么呢 加洛娜他在宝箱寺 来 卖饼啊 来 绕过我的饼 为什么要神谷 献月大唐 你要把我们翡翠部落的神谷 送去大唐 翡翠部落和彪国子民 还不都是同根同源 献月大唐就是为了彪国远离战乱 从此以后不再有纷争 也是为了你们部落 曾经的悲剧不再重演 他说的是真的 这比他有此事 还不及了 fakise 如果让我知道 你骗了我 就是天涯海角 我也要杀了你 苍天在上 若我有所欺瞞 天诛地面 死无葬身之地 你将使得很贪 你们走吧 好 族长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也想家了吧 该回镖国了 那才是你们的家 族长 这世上没有神灵 我也不再是神女 和平 只有靠我们自己去努力 我走了 走吧 走吧 太多年了 该又回家了 我又不能舞蹈 好 让我看你跳舞没用 你是大驾马 帮我指点一点 林儿 怎么了 怎么了 不是说 夏大侠和人暗中姑且令我图谋吗 是啊 那你还跟他有说有笑的 白痴 为什么 咱们得先稳住他 有什么事等淑男都回来再说 真笨 知道吗 好了 你继续给我指点啊 好好好 你跳你跳 啊 别找了 我老爹早走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因为我老爹在宝相寺的消息 是我传出去的 谢谢啊 坐得好 谢谢 是你 是我 知道夏云仙的背后是哪 所以一切都好办了 谁都知道你的第一目的 是要找我老爹报仇 我安排夜沙罗缠住夏云仙 再把我老爹在宝相寺的消息 向外面这么一传 等你来就行了 这么说 你承认自己和夜沙罗是一伙的了 是啊 淑南陀在镖国的那个向导 是你杀的 是呀 他们俩干的 目的是为了不让淑南陀跟乐团的人会合 没想到半路杀出过灵儿带路 百密一书啊 那么暗中刺杀大唐内卫的也是你 是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见过树南陀 什么意思 差不多了 别没完没了 告诉你够多的了 可以动手了 快点 让他去哪儿 看来 看来 你没有了 看来 你不别来 你不如看去哪儿 你不如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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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话 快 快 我 你觉得靠他们俩就能杀得了我 要杀你 很简单 因为恶珠王最后一份迷药 在我这里 杀了他 清凉二叔 宋玦呢 小妖红你为什么不见了 我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啊 别动了 你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我说 我说你转个头看一眼 放开他 灵儿 这个女人和苏绝是一伙的 我怀疑杀大唐那位和那个向导就是她们 她们一定有惊天大阴谋 我再说一遍 放开也杀了我姐姐 灵儿 你不要管我 看我杀了你的 灵儿 你不相信我 灵儿 灵儿 別管我啊 啊啊啊啊 你快跑啊 走走走走 救命啊 我忘了你姐姐 救命啊 你认识他吗 我认识 那你为什么要救他 我听见了你们说话 我问你 他之前说的那些人 真的是你杀的 我有一件大事要做 这些人我不得不杀 加罗娜当年也是这么说 结果害死了你的亲生父亲 难道你要重蹈覆辙 什么样的大事比人命还重要 清廉二叔 既然您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 我就不明白了 您应该站在我这边啊 我正是要救你 才要阻止你继续杀人 孩子 别再做下去了 否则无法回头 可这个人要是不杀 他会把我的秘密全说出去 没错 我会在淑南拓那 拆穿你的真面目 您都听见了吧 这可是他自己说的 如果他把这些话 都跟淑南拓说了 我该怎么办 苏绝 你做了什么就该自己承担 你不是说淑南拓是你的好兄弟吗 不管你做了什么向他坦白一切 我相信他会原谅你的 阴谋 仇恨 杀戮 这些最后带给你的 只能是伤害和悔恨 孩子 相信我 别再错了 我不会让你杀他 我只是在救你 如果你非要动手 那就先杀了我 好吧 好吧 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清亮二叔 我都听您的 您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我马上回去告诉淑南拓 把一切事情都讲清楚 要杀 要剐 我忍了 好 苏绝 苏绝 我陪你下山 如果淑南拓要杀你 我保你 好 这个女人 表面上是个女非贼 其实她一直是苏绝手下 好 我没什么话好说 你问灵儿吧 叶姐姐 发现夏大侠和人暗中姑且 而且那个人 还偷偷前进我们的住处 偷翻我们的行李 那个人就是安平阳 就是他亲眼看见叶沙罗 和苏绝的人秘密联络 你胡说 你 你不要学狗盼人行吗 那个彪国向导为何被杀 除了苏绝还有谁知道你的计划 还有那些大唐内卫 对 我怀疑他们也是被苏绝所杀 房子殿下 苏绝和叶沙罗一定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什么阴谋 我战士还不知道 苏绝 藏山上 贾罗娜要杀我 要不是苏绝 我早就死了 如果他要害我 直接让贾罗娜杀了我不就好了吗 干嘛还要舍命相救 就是 他为什么不杀你 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 是安平阳亲眼看见苏绝的人 和叶沙罗秘密联络 他还从小妖红尼的行李中 搜出了物证 好 你说得没错 王子殿下 你选择吧 你相信我还是相信他 王子殿下 夏大哥没有理由骗你 什么意思 那你的意思是我骗他吗 苏绝呢 夏罗不明 你说安平阳是正人 那他人呢 就在附近 这样 你把他找回来 我当面问他 好 等一下 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怕我逃走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 就不会怕我跟着你 魔灵奇妙 我信任你 我也信任夏大侠 我只是希望 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吧 这弥药腰力太强 这个安平阳先留在房里休息 我陪你下山去见书男徒 秦连二叔 我知道你一心为了我好 在你心里 把我当作亲人一样的反戴 兄弟的孩子不就是我的侄子吗 可是你要知道 我已经做错了太多事情 孩子 没关系 其实回头还来得及 谢谢您 只要迷途知返 回头一定是暗 对不起了 天哪 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 可是有的事情 是毁不了头的 二叔 您死后 我会为您点上长命灯 每到即日 我都会亲自打扫 把您当做真正的亲人一样 安心去吧 我会为您送终 我知道你会杀他 我不想杀他 我也是逼不得已 逼不得已 宿觉 你跟加罗娜一模一样 都是自私残忍的恶母 你不懂 不一样 我和我老爹 不一样 我所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 我的眼光 看得比我老爹更远 我要走的路 也比他更长 好 我在下面 等着你们 你可以的 我未必来 安平阳 我是夏淫仙 你在哪里啊 安平阳 我是夏淫仙 你不是说 安平阳就在这附近吗 他 他人应该就在这里啊 我也希望他就在 要不然 你就是在骗我们 好 再看一眼 这股 这股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 不能说 不用弄得这么神秘吧 喂 你们去了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不能说 不能说 什么大不了的又不能说 殿下 你不会已经跟人家成亲了吧 怎么了 他死 我也会自杀 为了一个男人 我的男人 我的男人 明天就举行成亲仪式 你们真的成亲了 不是 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是不是该恭喜你们呢 这 这么说 我得称呼你为王妃殿下了 是吧 你不用吃醋 关键时候 他想的还是你 我死后 把玉佩交给叶沙罗 关键什么 还能动伐花竹叶 这哪儿跟哪儿啊 谁的动伐花竹叶啊 咱们的王子殿下 和蓝马山帝成亲了 兄弟 我可跟你说好了 蓝马山帝是我的 谁是你的 感情可以慢慢培养 我相信 你迟早会接受我的 说正经的 怎么了 你刚才去哪儿了 在镇里散播 怎么了你 我走了这么一会儿 你这么严肃干嘛 当然严肃了 有人说我跟你同谋 那咱们王子殿下 有什么大阴谋 阴谋 我 我有阴谋 兄弟 就算我有阴谋 你说 我能把你怎么样 可能是误会吧 谁 谁说的 铃儿 你听我说 这世上我可能骗所有的人 绝对不会对你撒谎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 我是你什么 有些事 等到了长安再说吧 总之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是 是 是 苏绝 夏大侠 我听说 你指认我和叶沙罗串通 图谋不轨 你想否认吗 我什么都不想说 但我想问你 你所说的安平阳人在哪儿呢 他不在 他不是不在 他是发现事情败露 不敢出现 有意思 那么我想请教 什么是败露了 为了排除我的嫌疑 我已经让淑南驼把我的行李 全都检查了一遍 很可惜 什么都没发现 王子殿下 公平起见 我们也搜了您的行李 那又能证明什么 铃儿姑娘 你过来 这是从夏大侠包裹里找到的 这是大唐内卫的腰派 知道是谁的吗 这是 死在镖国那些内卫的腰派 杀我内卫的人 是你 绝不是我 这是大唐内卫的腰派 知道是谁的吗 这是 死在镖国那些内卫的腰派 杀我内卫的人 是你 绝不是我 难道你说 这些腰派都是假的 是你 是你把腰派放进我的行李当中 你才是杀害大唐内卫的真凶 我是杀害他们的真凶 那位死的时候 我要么在乐团 要么跟诸位在一起 我有时间杀人吗 可我也和大家在一起啊 你有安平阳啊 他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让安平阳指证的我呀 说明安平阳分明就是你的手下 你在镖国杀死那些内卫的同时 又让安平阳杀死了瑞丽歌坊 和南兆歌坊的那些内卫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 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王子殿下 你也认定我是凶手 其他人呢 埋伏起来 准备抓我 只有我们几个在 就算他们都在 也抓不住你 下原先 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同僚 我没有 那为什么那些妖派 会在你那儿 这是苏绝嫁祸的 他才是幕后真凶 现在我就抓住他 问出真相 站住 他才是幕后的凶手 苏绝 说出真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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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夏大侠怎么样了 还是重伤躺在床上 灵儿和小妖红你守在边上 你们不是说只跟他谈一谈的吗 为什么伤害他 小允仙是要杀我 所以灵儿才放剑来阻止他 是别人放剑也就罢了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让灵儿来伤害他呢 你们知不知道这一切对他的打击有多大 夏大侠和灵儿有什么关系 不管是什么关系 淑南托 你真的相信是夏云仙杀了那些内卫吗 那些腰牌都藏在他的包袱里 那也可能是这个人陷害他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老是怀疑我是坏人呢 我宁愿相信夏大哥 好 来 你也收我意见 我没心情跟你说话 好 没心情跟我说话 那我走 我走行了吧 朱南托 别忘了 夏大哥他这一路救了你多少次 苏绝和叶沙罗也一样救过我 要不是他们 我早就死了 那你想怎么样 你想杀了夏大哥是吗 明天把他送到南昭王城 等他醒来之后 再问明白 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醒来 我记得你不信佛 信不信不重要 不是说心诚则灵吗 你在求什么 夏云仙能活下来 这可不像你 那腰牌是你放弃夏云仙行礼的 是他先针对我 我 只是自保 你曾说过 这只是为了计划 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小云仙不是我伤的 安平阳和宝香寺的岳师呢 小妖 还是红泥 告诉你的 那岳师还是你父亲的结拜兄弟 是他们逼我走上绝路的 是他们逼我走上绝路的 我也没办法 我记得你还说过 不会伤害舒南陀 我没记错吧 担心他了 怎么办啊 只是提醒你一下 如果你伤害他 我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 舒南陀是我兄弟 自始至终 都是 我不会伤害他 希望你能记住 你今天说的话 来 老板 那边打电视 来 来 殿下 出了什么事 一点意外 这里交给我吧 殿下 你先进屋去 我王正在等您 南昭王 怎么会在驿站 他怎么知道 我今天会回来 殿下不必多问了 进去便知 请 你先进去 属南陀 见过南昭王 都顺利吧 幸不辱命 兰马山帝 助我取得神谷 宝祥寺那边呢 那位乐师 给了一本葫芦丝的乐谱 有了这个之后 就差一把葫芦丝 就可以补权标过运 这个你拿着 你已经准备好了 到了宝相寺 你见过那位乐师吗 我没有机会见到 是苏绝帮我拿到乐谱 这就是那位乐师的葫芦丝 你们出发后 我有些担心 就派了禁卫 去宝相寺 探听动静 可是我没有遇到 禁卫到的时候 你们已经在回王都的路上了 下大侠受伤 不能颠簸 所以我们换了另一条路走 锦卫 到达宝相寺的时候 发现了安平阳 和这位乐师的尸体 死了 谁杀的 我还想问你呢 你先告诉我 夏云仙是怎么受伤的 五极姐姐 谢大侠她怎么样了 她不会有事的 我是因为看见 她要对苏绝动手 我才放箭的 你真的相信 她有什么阴谋吗 有证据啊 你就没想过 她是被人陷害的吗 蓝马山帝 你是在说 我和苏绝吗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如果 夏大哥说的是真的 你和苏绝早就认识 那你们 究竟藏了什么阴谋 阴谋 我的阴谋就是 跟你学飙国舞 我处心几率 设下无比可怕的阴谋 就是为了学断舞 她醒了 你不认识 小主 您怎么了 我跟你们俩说过 宝箱寺的事不许说出去 叶沙罗怎么知道的 叶沙罗知道这事了 当然知道了 我好奇的是 你们俩 谁说的 不是我 我没说过 你们俩都没说过 那还能是谁 那是我说出去的呗 怎么回事 我王有令 押苏绝禁戒 给我拿下 是 是 你们 这事 是 这事 就是 你和安平阳被杀 你就是凶手 怎么可能 安平阳是夏云仙的证人 他一死 就没人能指证你和叶沙罗 杀得好啊 果然够狠 青年二叔真的被杀了 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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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 我才见了他这一面 他怎么会死啊 二叔 你怎么会死了 没想到这一面 就这么幽别了 二叔啊 他恐怕不会想到 你会亲手杀了他 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可能杀我二叔 而你大概也想不到 有人亲眼看见你动手行凶 没有 我没杀人 我没杀人 来人 把他拖出去 斩首示众 我没杀人 不是我杀的 走 走 我没杀人 不是我杀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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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儿 灵儿 大唐内卫的人 不是我杀的 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 夜山老姐姐和苏绝 他们都是标国人 他们不会和大唐那位有仇 就因为我是大唐子民 所以我就是凶手 你不是说了吗 你的妻子和女儿 都被仇家杀害了 说不定 你的仇家和那位有关 哪有这么巧的事 那你告诉我 杀害你妻子的仇人到底是谁 我不能说 你让我怎么相信她 夏大哥 你还是说出来吧 你也不想凌儿怀疑你吧 你这样算是认罪吗 干嘛 不合作的是她 动我干嘛 不是我杀的 老实点 走 我们没杀人 不是我杀的 我王有令 苏绝图谋不回 都害他人 证据确凿 判斩首示众 当即执行 怎么办 苏绝图调 你现在认罪 还可饶你不死 我没罪 怎么认 那好 那就只有人头落地了 站住 别动 千万别动 别动 别动 听我的 王宋叔 王宋叔 我没杀人 把他拉走 是 走 是的 生死之间也绝不改口 或许你真的无辜 南赵王 明见 先下去休息吧 刀斧临身 依旧平心静气 要么他是真的问心无愧 要么他猜到了我这只是试探 如果是后者 那这个苏绝可不简单哪 我还是不信苏绝会害我 那个夏云仙哪 我可以看得出他有很多秘密 然后说他杀那位有大隐谋 我不信 是 人家 有 人家 是 是 就是 人家 有 人家 是 人家 是 你这样闭口不语 只会让人更误会 他自己都不争辩了 你还替他说话 王子殿下 你们两个先出去 我有话要问他 夏大哥的伤还没有好 我自有分寸 安平阳死了 安平阳和青莲月师 都死在了宝相寺 他们两个人武功都极高 我们这一行人力 能杀他们的 只有你 青莲月师 把苏绝当成亲人 苏绝想杀他 轻而易举 安平阳呢 小妖红尼联手 都未必能打过他 更何况杀他 我倒想问问 我为什么要杀安平阳 你和安平阳勾结 竹杀大唐那位 安平阳一死 就没人能知道你的罪行 那岳尸呢 我为什么要杀岳尸呢 你在宝相寺里面杀了人 被岳尸发现 不得已 只好灭口 夏大侠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凶手 我没话可说 我要说的是 这一切都是苏绝在背后搞鬼 你信不信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 那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 夏大侠 我就问你一句 你敢不敢 以你死去了家人的名义启事 说你随岳团前往长安 没有任何秘密 只要你敢这么启事 我就信任你 雷尸 我去长安 是有事要做 你要做什么 报仇 当年灭门之仇 怎么能敢忘 你的仇人是谁 你为什么一直不敢说 如果是你的王妻在九泉之下有之 看你连害他的凶手的名字都不敢说 岂不心寒吗 谁说我不敢说 害我发西身亡的 就是当今大唐天子李阔 夏云仙啊 夏云仙 原来这就是一层的秘密 原来如此 你想随岳团前往长安 为了世界陷阅之机进入大明宫 刺杀堂皇 可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一来 大唐与我镖国 必将引发一场战乱 你怎么办 放心 少在之前 我一定会暴露身份 不会连累你们的 你一个游侠 面门的仇敌 怎么可能是大唐天子 这与你无关 好 很好 夏大哥不是这种人 他已经亲口承认 不相信 你去问他 就算他的目标是自杀堂皇 可他始终没承认 镖国的那位是他杀的 不是他 还能有谁 你想怎么做 夏云仙暗中行凶 罪打恶极 但他是大唐子民 理应由大唐大理寺定罪 没错 他杀我同僚 必须把他带到长安受罚 待他同行 夏云仙武功高强 如果他伤好了 谁能是他对手 你怎么能保证他不伤人 乐团一行 会有一辆马车 专门留给他 用铁链把他绑住 这恐怕不到保险吧 夏云仙武功那么高 万一他在车内 用力把铁链挣脱开了 那就不好办了 不是吧 殿下 你们要干什么 夏云仙武功改室 为了让他不再有任何威胁 就有一个办法 你们要穿他的琵琶鼓 这也是我王的意思 为了不影响现月一行 必须这么做 等等 穿了琵琶鼓 他整个人就废了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他真的到了长安行刺堂皇 就很有可能引来西南战乱 我为了镖国百姓 不得不这么做 你们全都这样看着吗 夏云仙是条猛虎 不这么做的话 他随时出来伤人怎么办 我倒是很想阻止 可这是王子殿下 和南赵王的决定 我阻止不了 灵儿 你也不阻止吗 他杀了那么多大唐内卫 夏云仙 罪有应得 来 求求你 求求你别这样 王子殿下 救救你 求求你别这样 王子殿下 王子殿下 救你别这样 祂不要这样 我知道 你可禁止 Goldman 不行 我让你让开 把他脱开 舒兰陀 你别忘了夏大哥救了你多少次 舒兰陀 那是因为 他想要跟着乐团到长安行刺 夏云仙 你不要怪我 我不可能让你破坏我的计划 舒兰陀 你冷血 夏大哥 夏大哥 这种事你们就别看了 舒兰陀 你真的下得了手吗 夏云仙 舒兰陀让我转告你 如果你愿意以王妻的名义起誓 放弃自杀堂皇的计划 便可免去皮肉之口 灭门之仇 怎能不报 大唐天子 我杀定了 舒兰陀 你听见了吗 这就不能怪我了 夏云仙 我也是为了飙国的安宁 动手 夏大哥 决定 很哥 和你 什么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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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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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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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我王孙府的事情已經辦妥了 天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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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了琵琶谷 非了武功那又怎么样 敢带我去长安 我就敢拖着铁链鸡大鸣光 拿下去 书难堵 你就是个猫鬼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 我也是为了献月大业 看清了吗 看到了 铁帘船的位置正好是琵琶谷 夏于仙一身武功 终于是全废了 不管怎么说夏于仙 是条汉子 是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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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尽力的 但是以后 就这么创言 是尽力的 少量大 哪怕他要杀的是我 我都不会这么做 可他要杀的人 是大唐的天子 这等于是要断了镖国 和大唐的和平之路 我不想 可我不得不这么做 这一切都是为了镖国 为了大局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逼我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您可以拿下来了吧 不能拿 拿下来它会恢复 你一定要这么残忍吗 我们千里迢迢赶往长安 为的是两国之间和平的大事 我不会因为它而冒险 夏大哥 喝点水吧 谢谢你 来 到了长安 夏云先怎么办 把它交给大理司判决 我会为它求情 它毕竟救过我很多次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是无辜的呢 无辜的 那它行李里面的那位腰牌 怎么解释 我只是随口一说 他已经亲口承认 他要自杀唐皇 能干出这样的事 除了他 还能有谁 夏云先为什么要杀唐朝皇帝 谁知道啊 这些南兆兵们 一直护送我们到长安 不 到土林 到了土林之后 南兆这些士兵 就会回去了 为什么呢 过了土林 就是大唐境内 南兆士兵擅自过境 是大忌 所以到了土林之后 南兆士兵就会离开乐团 让他们自行前往大唐 也就是说 土林是自杀树南陀的 最后机会 如果在土林 我们还是杀不了树南陀 我们就彻底输了 树南陀必死 正说 想要刺杀王子殿下 土林是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我是加罗那 我会在土林 完成最后一次行刺 可 可是现在 夏云先被穿了琵琶鼓 如果加罗那他们 在土林埋伏 那我们该怎么应付呀 土林有座驿战 是哪位的猥琐 土林是分隔南兆和大唐边境之处 所以内卫在此处立了驿战 由内卫常年驻扎 随时准备传递讯息 此地名义上是普通的驿战 可事实上是由精锐把守 只要我们到了土林 有这些内卫在 殿下就是安全的 所以殿下完全可以放心 加罗那会不会先对驿战下手呢 不会 外人社不知道这驿战 是那位猥琐 只要我们到了那儿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不会出任何意外 掩藏尸体 舒丹托就要来了 走 明天就会到土林 今天晚上 有南昭禁卫保护我们 很安全 大家安心休息吧 散了吧 那夏两个怎么办 会有人送水和食物 就这么锁在车上吗 夏大哥 我帮你把铁链锯开 咱们想办法逃走